第一次聽 我第一次聽到 比較少聽過 還蠻驚訝 應該是貶子吧 我覺得應該是貶吧 最近升的蠻多的 真的嗎 如果黏就沒時間 妹妹最近走落吧 然後牆壁就升值這樣子 我覺得升了呀 很明顯啊 沒有沒有自己換過 外幣另外一千塊就不用排隊 就在當地的機場換 主要都是在銀行吧 一個禮拜前會先換 小兒的話就直接到機場換 第二個比較便宜嗎 因為我經常這樣換 機場吧 機時放的 最方便 應該還是機場 那我覺得應該是第二個 本來覺得第三個 應該是一啦 他有收那個外幣 可是他都只能提整數 這樣都在大超這樣子 機場是24小時營業 而且沒有假日休息 他會承擔一些存貨的風險 機場的通常的匯價 可能會比市區差一點 臨時急要的時候 或者來不及 當然就在機場買 自動化設備 我相信一定會優惠的 因為可以節省銀行的 能力成本 以大多數銀行提供的優惠 以美金來舉例的話 大概是優惠兩分到三分 我們來不及四分補優 兩分補優 雅 真的 可以 我們來不及 我們來不及其他